てみます みます做什么用 みます很简单是看 但是为什么要用动词 て形加みます呢 文法上我们解释为表示 常识,动作的常识 试试看 各位就这么一句话,试试看 我们不也会加一个看 指的是前面这个动作 做了 我们来看看会有怎么样的结果 表示常识 刚又用到一次,看看 既然我们华语也都这么说 这个文法应该没问题 第一个例句 新しい靴を履いてみましょう 履きます,穿穿鞋子 履いてみる 穿穿看 穿穿看新的鞋子吧 かちょうに意見を聞いてみます 聞きます 是问 聞いてみます 问问,问问看 问问课长意见 第三个例句 日本語で説明してみてください 请用日文说明看看 当然我们可以不要加看看 或者看来翻译 可以说成什么呢 请试着用日文说明一下 各位应该就可以发现到了 虽然基本上我们华语会用到 看来表示常识 但是我们也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重复动词 例如第二个例句的 问问,问问课长的意见 这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记文法 请记文法规则 而不是记文法的中文翻译 中文字幕提供